周末有个视频很火,可能有人看过,有人没看过,我把这个视频的始末给大家讲讲 一开始舍楼团上有个帖子说,去年暑假某大热剧,杀青前有个场戏 女主当着工作人员的面,对男主破口大骂 当时男主维持住了风度,配合大家,一起哄着女主把戏拍完 到了晚上,男主在群里给剧组人员发大红包,摆脱早点杀青 第二天,果然遭早杀青,剧组连杀青蛋糕都没来得及订 男主就连夜带着团队撤了 爆料人说,这段视频有被带拍拍到,被人压了下来 帖子一发出来,立马一接了围观,并且很快从论坛发酵到了微博 然后,一段与爆料帖有部分吻合的视频被霸露出来 是赵露丝,吴磊合作的心汉灿烂的花絮 视频中,吴磊和赵露丝坐在马上 由于马的狂奔,赵露丝发出惊吓的尖叫 尖叫过后,又有一句话,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大概是 你麻辣个逼的,有病吧 后,吴磊笑着解释,在演戏 赵露丝,吓死了,没有开 吴磊诧异,开机了 赵露丝坚持说没开 所以这事发生的背景很简单 是一段马背上拍摄的戏份 一个准备好了,一个没准备好 那到底开没开机呢 的确开机了 赵露丝后来谈到这一段,说是在演一段吓到惊慌是错的戏 但他没听到开机,以为马发疯了 所以自己被吓到乱嚎乱叫 可从视频来看,似乎不只是乱嚎乱叫啊 还有那句国粹 要说,跟一般人身上平常会吓到 顶多说一些语气词 什么卧槽,妈的 很少完整且流畅自然的 蹦出麻辣个壁 除非这是日常习惯 而赵露丝从出道开始给的印象就是甜妹 我爱心甜妹,演过的剧也多是天主剧 凭借这份甜妹可爱 现在已稳作九五花头部 甜妹形象突变,影响自然不好 二姐虽说她这几年事业飞升 但其实伴随着很多争议 口碑并不稳 赵露丝刚出道时名气不大 但非常强劲 说着小赵霖 类似稿子从2018年到2020年一直都有 和刘一飞也撞过 说她是圆脸刘一飞 微博上反复那几张照片夸两人像 长歌行还没播 就又夸她比热霸信任 比热霸圈粉 以前在凤秋皇给关晓彤作配 后来关晓彤不如她 怎么看都是无敌新人王的感觉 这样一来 当然得罪了不少花粉 比如赵丽颖家 当初在微博上搜索赵丽颖 谈出来的第一个相关用户是赵露丝 在赵露丝上热搜时搜索赵丽颖 出来的也是赵露丝相关 赵丽颖的广场被锁了 不过得罪小花们毕竟属于粉泉之争 真正的路人不太知道 引起路人关注的是赵露丝的热搜 从一段时间赵露丝以各种姿势上热搜 那会儿她说自己不买热搜 没钱有钱肯定去还房贷 工作室说 有钱我肯定给小赵 搬一个火锅店当横店 当红艺人说自己不买热搜 就和万倩说自己不想红是一样一样的 后来被打脸就很疼 还有后来和肖战的批图一试 也上了好几个热搜 2020年10月30日晚 网上流传一张疑似赵露丝微博 对肖战表白的截图 这两人在网区合作过 当时网友顺着截图 去赵罗斯微博查看 发现并没有这条微博 肖战也并未有任何回复 这事就很奇怪嘛 很快赵罗斯上了热搜第一 没等多久 赵罗斯团队发声明 说是批图 粉丝们也各种对比解释 截图是假的 这个事情挺简单 对吧 赵罗斯上热搜了 工作室也回应 也上热搜了 有头有尾 很快就过去了 但两天后 也就是11月1日 赵罗斯发了一条微博 没有伤害任何人 所以不该不开心 从此每次来看 疑似是对之前 批图事件的回应 他仿佛是在安慰自己 不应该为这件事不开心 可是 10月30日的事 当天就结束了 两天后才跑出来说 就有种周震南 用2G网络的感觉 然后赵罗斯又上热搜了 一件事 三天真的来来回回的上热搜 给人观看肯定是不好的 再加之 他之前得罪过太多流量花和小声 那次大面积翻车 好嘛 然后热搜又上了 连带着绿茶也上热搜 后来余政也跑出来内涵 说自己吃瓜 余政和他有什么恩怨呢 他曾在朋友圈控诉 点名赵罗斯 情商帝 红了以后就拉黑他 南美就让人想到 黑红榜上的一个小花 诸多媒体爆料 一个小花养过不少甜剧 2020年因一部网剧窜红 可有两封面孔 面对偏方是一个样子 面对记者又是另一个样子 情商欠费 恰巧甜美赵罗斯的传闻中的陈千千 是2020年的 当然了 这个圈最终还是靠红不红说话 哪怕一路血雨腥风 但有热度就是不亏 而且后来赵罗斯的的确确凭借几部听传剧 与古偶飞声 拥有了大量的粉丝 不过眼睛没太大进步 要是勤奋努力一点 懂得藏桌也好 可他又出来露馅 把胡同的背景解放初期 说成是党成历史 不仅回答错误 言语很苍白 需要记者不停地帮他找补 把话不冤 这事还有一个比较巧的后续 上了热搜第一以后 很快又下了热搜 仅仅热搜一个多小时 有点讽刺 更讽刺的是 今年关于绝望的文盲的讨论 他那句 演员是什么 嗯 是我自己啊 是什么 很出圈 所以总的来看 他这一路还是不稳 流量飞升 但基本呈现出 粉丝夸路人潮的状态 如今出了一个 疑似对男艺人 标脏话的事 要说事大吗 不算大 比起出轨约炮之类的 他房不算什么 但对他 本就不多的路人员 是雪上加霜 所以处理起来 就两种 要么躺平 认潮 说自己口不责业 要么否认 说那段视频是编造的 但赵路四方 不管是本人 工作室 和会员会 都悄无生气 反倒是粉丝开始了行动 把事情越搞越大 有说乌磊 在搞折场欺凌的 有粉丝写写了 咯登文学 说没人在乎他的生死 只惯心 他到底狠了什么 怎么不干脆说乌磊 大廷广众下 想谋杀他呢 有说 这是穿鱼特色 一些路人也称 四川人就是这么骂人的 还有粉丝解释说 这是改了音鬼 他压根没骂人 说的是 你是故意的 有病吧 但我把两个 不同角度的视频 反复听了 还是那句国粹 而且逻辑上有问题 如果他真的没说 那这就是个大事 干嘛要蒙受不白之冤呢 剧组或者会员会 完全可以放出原有的花絮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消灭负面影响 但他们没有 任由粉丝 但打独斗 马停下来哄还有一段 赵卢斯吓出了眼泪 乌磊一边给他擦 一边哄他 赵卢斯还是很不高兴 打了乌磊一下 后乌磊看到赵卢斯 想下马 于是去扶他 赵卢斯不乐意了 吼了一句烦死了 由工作人员 扶下了马 赵卢斯下马之后 乌磊继续解释 已经开机了 赵卢斯没有回头 但说后面这段 赵卢斯脾气的确挺大的 乌磊一直好声好气解释 他一点想询问 或者压抑的神速都没有 反倒是不停的甩脸子 给人看 活脱脱一个骄纵的大小姐 可现实生活中 我碰到这种人 懒得解释 而且由于严谨性 我又去找了一下官方以前 发过的有关于 骑马这段的花絮 只有赵卢斯惊吓在画面 之后立马切到了 他们停下来的画面 再之后是乌磊给他擦眼泪 他被扶下马 看到了吗 官员网上爆出的 疑死国粹 以及他甩乌磊的手术 烦死了 那40秒 官方花絮里完全没有 是被剪辑剪掉了的 各种缘由 大家自己体会 不过关于最开始的爆料 我持怀疑态度 因为最后杀青 乌磊是在的 蛋糕也有 他和赵卢斯依旧和谐 想想也能理解 在圈里嘛 白头不见低头见 女生飘飘脏话 发发脾气 不是大问题 像热吧 经常踩张冰冰 胜一轮的白鞋 在高尾光玩游戏的时候 抢手机 还能激光笔 直接照高尾光的眼睛上 你看 大家因此跟热吧闹翻了吗 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弹性其实非常大 不涉及到利益原则问题 这些小打小闹 稍微聪明一点的当事人 就知道 不必要往心里去 但有一点 人家不计较 是人家大度 不代表你做的是对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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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